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会是谁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 好美哦 你好 给我介绍一下 陕西的姑娘 对 没错 来自西安吗 对 是的 必须得说一下 我们男主持人仗的建制是 杂湿的很整体 杂湿的很 杂湿的很是什么 杂湿 我们陕西话这个杂湿的意思就是 长得帅得很 特别有气势 我以为跟蹲似的 对 我们的女主持人呢 我们就可以说 杂地心疼地恨 聊咋的 聊咋的 对 心疼得很 我让人心疼 就是长得可爱得很 漂亮得很 长得好的很 不让人心疼吗 对 你的身份是 我的身份是一个歌手 那这出门在外唱歌 都这口音能唱歌吗 能呀 就是用我们陕西方言来唱歌呀 你就擅长用方言唱歌 是的 我明白了 您是一位琴枪演员 差不多吧 我们就是陕西话来翻唱一些歌 唱流行歌曲 流行歌用陕西话来唱 先唱一下这个 我们张学游老师的一首歌 《问别》 用陕西话来唱一下 行 我和你问别 在无人的街 让风耻笑 我不认拒绝 我和你问别 在慌乱的夜 我的心 等待迎接伤悲 这歌唱得撩扎 特别是一股同掌柜的意思 对 那底神啊 眼前特别有画面感 就是你这歌一唱的 我就感觉张学游是在冰马俑里唱的 这个陕西版的 《问别》确实很有特色 但是中国方言可不只是陕西话 那么东北话多有特色 对 那我就来一个东北话版的 唱一首 《你还要我怎样》 好 你还要安撒得 要撒得 你冷不定的微信 就让我闹听 我没啥招能遗忘 你别来割影我 反正最后眼儿还这样 怎么样 聊咋了 怎么样 我唯一贪心 赢不赢 我是不是赢了 我给东宇长远了 赢了全世界 我唯一贪心 这段唱完之后 真没人敢娶你 我跟这样 太吓人了 就是你 不会长这么漂亮 你说一个当主持人的 一个当歌手的 咱在这儿PK方言 这是为了什么 我的想法是 为什么要做这种方言音乐 就是想把方言 带到全国 乃至全世界 方言音乐 对 言外之意 刚才这个互动 不是说 就让大伙笑一下 不是简单 快乐一下 就是平时你唱歌就这么唱 没错 因为我们陕西人呢 特别地爱吃面 大碗的 对 宽面 我今天带来这首歌呢 就是陕西方言的一首歌 大碗宽面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用三细话 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口号 四亲子 纵会发广的 好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第一种天意 切磋 无意切错一下 五里高手 滤一笔高下 千军万马 走一生零下 面关相见 这千军一发 逼正风相对 你看这玩有大有远 相聚就要去齐备 你看这面又长又快 无侠笑 少看流泪 从来不相信魔鬼 有死生活特别类 要看大碗快面别流泪 这碗大千万保虚荣幸作祟 真是 这大碗快面也很贵 钱包傻花 不想给你机会 先保队就算了吧 听完这首歌走喜喜飞 我这一生飘 我四海看到了情招 也高到地瓜无瑕 人生能有机 自己会想去生世少 情一别 情一荒鸟 你看这个面 它又长又快 走向这个万 它又大又圆 你看这个面 它又长又快 走向这个万 它又大又圆 挑战成功 恭喜陈墨依 祝贺陈墨依 挑战成功 受赏获奖 谢谢 这是黄金一百秒给你的鼓励 希望你继续加油 好的 感谢 但是刚才表现也差别 因为好多你的歌词我都听懂了 因为我们的陕西方言 就是为了让你们听得懂 然后就做这种陕西普通话 泰本土的话 你们真的听不懂 好 是陕普是吧 对 好 希望你继续加油 谢谢 再见 再见